牆面上張貼大大廣告 拉近一看 上面寫著 微風年租金和媒體通路回饋金 總計六千七百七十五萬元 更強調不是只有民進黨 政國會指控的一千五百萬 市民抬頭經見這廣告 滿頭問號 莫名其妙啊 沒有 他要趕快解釋那一千五百萬 廣告來源掛名吉隆市政府 東岸商場正義延燒市府又出招 在人來人往的 中一路懸掛巨幅廣告宣傳 但這一舉動也讓市議員痛批 公企私用 不僅如此 政治評論員黃志賢 在臉書上列出十八點 點出net跟基隆市政府的爭執 完全無關藍綠 事關人民權益與法治的基礎 他也強調民事糾紛不能以行政權 超越司法權處理 從來沒有一個縣市政府 會在與廠商的商業與合約糾紛中 在法院判決之前用行政權力 如此粗暴的對待廠商 黃志賢用驚駭莫名來形容 基隆市府針對廣告看板不對外發言 東岸商場爭議稍個不停 如今再蹦出個看板 風波越滾越大 三年新聞 林露華 林慶玉 基隆採訪報道